你這次參加黑金派對的總成本大概有多少 還有需要參加的攤位費 你有達到你的預期營業額嗎? 今天這些巧克力會撞氧嗎? 黑蒜啊!黑蒜啊! 夠嘛!夠! 對!是怎麼樣讓... 就是一個又收門票 然後又讓那個攤位費這麼貴的 對!怎麼說服你們的 嘿! 這裡是劉王硬幫幫硬啦 我是至尊廢 那今天呢很開心的邀請到上堂坊的甜心教主 金晶 他今天會幫我們介紹他之前有去參加一個巧克力試集 跟他們做的那個巧克力的品牌叫上堂坊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做巧克力獎這麼漂亮! 逼使我們 逼使我們! 可以請金晶先幫我們介紹就是上堂坊 其實我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品牌 那請問這個品牌的特別之處 跟主要的產品是賣什麼的? 我們是上堂坊原豆原子巧克力 那我們有個工廠再綜合 所以你們的那個巧克力豆都是在台灣種的 所以你們的那個巧克力豆都是在台灣種的 基本上我們可可豆分兩個來源 就是一個是中南美洲 像是蜜蘿、洪都拉斯 然後還有薩爾瓦多這些地方 然後如果台灣的話我們在南投有合作的可可農 目前可可豆在種植上比較 產品比較穩定 原味料比較穩定其實是來自中南美洲 而且中南美洲的產出很高品質的可可豆 那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數的巧克力都是用中南美洲的可可豆來做 那台灣部分我們會針對一些特定的口味 或是一定口味沒有可可豆 台灣可豆其實它的風味跟國外比較不一樣 可能帶點酸度啊 其實所有的條件都有影響像土壤啊 還有種植技術 然後還有環境、氣候 對 所以其實就像咖啡豆一樣 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所以你們進是進原豆 對 巧克力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巧克力一開始走 一款會健康的蛋神巧克力 對 因為其實源自於我們另外一位 Pana他 我爸爸之前有心肌梗塞 然後中央先導管支架之後 就第一次有刷過吃黑巧克力啊 好的油脂 因為是好的油脂 對 這個是百分之百完全無糖 房間很少吃無糖 好吧 我就先從不甜的吃到甜的好了 來 就是這麼黑 這麼黑 OK 沒有想像中這麼的苦耶 你知道是代表什麼嗎 代表什麼 它油脂非常好嗎 還是什麼 代表你是一個吃苦耐好的人 不要這樣 突然覺得苦不起來了 剛剛吃下去沒有那麼苦 可是它有一個 真的那種巧克力的香味就直接出來 它是灰灰乾的苦 不是這種 真的是苦到不行的 不是苦瓜 很讚對不對 超搭 對啊 馬上再撕開85%巧克力 炸 好喔 那85%比較跟別的不一樣 是我們的 85%意思是說 另外15%是糖 所以你們房間 如果你們看到 什麼70% 65% 40%巧克力 代表 如果你拿到的是40%巧克力 代表另外60%是糖 沒錯 所以其實你吃一片的話 你等於在吃一半以上的糖 然後我們用的85%的糖 不是砂糖 是椰糖 椰花蜜的 就是比較血糖不會飆那麼高的那個糖 DGI DGI的糖 有問題 請說 是只有85%這個糖是椰糖嗎 還是70%的糖 裡面有自己加糖的糖都是椰糖 對了解 讚喔 那今天要不要繼續再吃一下 要啊一定要的 等一下 不要想到黑酸喔 這個我們現在有做了很多不同的風味 而且還有做一些酒精巧克力 希望可以大家在吃巧克力的同時又可以 好讚喔 就不用再另外再配紅酒了 直接在裡面就是促進血液循環 來要不要給大家看一下那個肉乾 更經典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肉乾 然後是 果木小薰的 只有放鹽跟糖跟肉本而已 對 黑蒜是用那個 在黑蒜這個對身體 我們的 我們就結合一些 我們未來會開發一些機能性的巧克力 可是我覺得 你現在已經開發出超多機能性的巧克力了 欸機能性巧克力會撞羊嗎 黑蒜啊黑蒜啊 馬告馬告 有這種嗎 馬告有撞羊嗎 欸其實是另外一個 有馬卡嗎 欸有有 有出馬卡巧克力 印度生有 我覺得就是大家知道我們是有經營一個Facebook的社團 烘焙工作室經營與行銷的Facebook的社團 裡面呢就是還蠻聚眾的 就是比較多是一些烘焙同業 然後餐廳啊咖啡店的這些業者 那想要問金金說就是你們 台灣的這個巧克力品牌上行房呢 有沒有在做2B的這一款 目前的話我們其實巧克力我們都有做原物料嘛 因此不管你要可可豆啊或者是可可膏 甚至你要我們幫你代工做 你們想要呈現可可任何商品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做的 喔有幫我們介紹說 也有幫某一間巧克力牛奶做代工喔 對我們有在頻道上有看到七天打樣 可以更詳細解釋我們該怎麼溝通代工的流程嗎 流程嗎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在今天打樣式3到5天內 我們會去確認你要的需求 是 然後會依照難易度 譬如說你可能只是說 需要一個%數的 你想要60%或70%的巧克力 然後你可能只是要搭個堅果或搭上你要的原物料 那會取決於原物料的取得性跟價格 然後來告訴你說我們多久時間內可以完整 那當然你的需求越簡單的話 我們可以打樣速度 對只要你想要到的任何食材 想跟巧克力做結合的話 其實都可以 對 很棒 而且感覺就是可以跟台灣的這樣直接溝通 可以再跟大家解釋一下可可膏這個東西是什麼嗎 好啊 那可可膏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為巧克力本身它是可可豆 那可可豆它的形狀其實就像花生粒一樣 那我們怎麼從花生到變成花生醬 對…類似的就是用機器比較摸 老汗摸 老汗摸 好…這樣講歪了 對 就是… 用老汗啦 好 一顆一顆的那個花生磨成花生醬的概念 然後可可結成這樣 就像可可豆磨成可可醬 對 然後再把它凝結成可可膏 嗯 所以你就想像一個原物量 它就只是物理性的轉變 可可膏可以始終保持膏狀嗎 還是它一定就是會凝結成一塊塊的 因為巧克力為什麼它最喜歡溫度是18度 所以這就是18度C的由來 對…沒有錯 你們…你們先聊 啊我先吃一個巧克力 好… 然後呢 其實只要超過18度的溫度 它就會容易融化 但是相對在18度以下它就會形成一個凝結的固體狀態 所以我唯一放常溫 它就是一個可可抹醬的樣子 對… 那還有你完全無添加的狀況 那可可膏它比較常用在哪些產品上面 那可可膏本身跟一般你們所用過的調溫巧克力差別 就是可可膏本身的油脂比較高 好的油脂 因為其實可可也是堅果 它是超級堅果的一種 所以像我們現在跟…有福華飯店啦 還有…像是精華一些… 烘焙他們主廚都有進我們家可可膏 那我們知道就是之前呢 上場訪有去這個…黑金排隊 就是那個…很知名的巧克力市集 那我們今天要問一些比較犀利的問題囉 因為算是我們市集裡面非常高規的市集 而且我們烘焙業者算是都還滿… 關注的一個… 關注的一個… 對… 對… 所以想知道一些細節 希望津津今天的意義 就是有參加過這個市集的這個… 業者的角度來幫我們回答一些問題喔 嗯… 就是你這一次參加黑金派對的總成本 大概有多少 還有需要參加的… 攤位費 是…因為它有不同方案 對… 那其實我們要賺10萬的 對對對… 可以參加一次10萬喔 是包含那個… 後面兩頁那個… 你們的廣告嗎 對對對… 它有不同方案 你可以選擇你要… 什麼樣的方案 10萬有什麼服務啊 就有… 廣告露出啊 他們會簽一些… 社群的曝光 黑金派對是幾天 你們這個市集是幾天 只有三天等於一天 再加一些… 幫你一些露出的部分 對… 大概一天大概3萬多 嗯… 這比一般就是你去參加一些 其他的市集的成本 要高非常非常的多 這黑金派對是非常聚眾的一個 是說它是… 主要是以… 比較多是巧克力 對… 而且它有收門票 它還有收門票 嗯… 對…是怎麼樣讓… 就是一個… 又收門票 然後又讓那個… 殘位費這麼貴的… 對…怎麼說服你們的 因為你本來就是… 是做巧克力的 所以你本來就很關注這個市集嗎 還是… 對…其實他們從… 非常從前兩三年開始 都一直邀請很多可可界的一些 很知名的師傅 甜點師 對… 我覺得他們的形象啊 還有號召來的… 受眾… 其實都是… 真的是喜歡巧克力的 是… 距離這個市集過去之後… 或者是它在前期已經有先幫你做一些… 很某了嗎 嗯… 那你在覺得它開始幫你做一些… 行銷的之後… 開始就有一些效益了嗎 嗯… 基本上… 我們做… 這個市集集有一個… 蠻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想要知道… 我們做這些酒星巧克力 或…像我們這些… 黑金磚這些巧克力 比較特殊的巧克力 是不是… 這些商品是不是小費者會喜歡的 對… 這都是新品我先偷吃 對… 現在市面上還沒有 超美的 對… 它有一種淡淡的酒紅色喔 而且它… 就是… 很飽食的造型 所以其實… 吃上的時候會覺得… 對啊… 感覺自己好像變成… 英國黃色的貴族 喔 漂亮耶 喔 送這顆不錯喔 超大顆 你真的蠻好看的 它… 它以外是伯爵塔 對 它是伯爵口味 口感比較扎實一點 對… 那像是這些比較特殊的品項 也是我們在黑金派對 想要測試 消費者對我們做這些出來甜點 還有這些特殊口味的反應 如果不錯 你看 嗯… 那剛剛問到成效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主要想要透過 這次來跟我們的一些潛在售東西互動 嗯… 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的B2B人 我們的廠商知道說 我們在參與這個活動中 做出來的東西是受到消費者真的喜歡的 不是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而是我們那天… 那你當天… 那你覺得這三天賣的最好的產品是什麼? 那你當天…那你覺得這三天賣的最好的產品是什麼? 基本上是我們的酒星巧克力 那天我們有出… 啊 沒吃大啊 15款的… 調酒口味的… 酒星 所以如果呢… 你們自己有進口酒啊 或者你酒商啊 歡迎我們做… 酒星巧克力在那天 是…算是… 提代率很高 所以你有明顯感覺到成效嗎? 還看不太出來 因為現在還沒有過一個月嘛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本身不是主打甜點 所以其實… 那天活動後我們有組一個社群… 對… 其實我們要經營這個社群 因為那天加入就有一百多人了 嗯… 對… 其實變相也可以吸引到一些 可能… 對我們巧克力有興趣的一些受眾 嗯… 對… 我們那天去記錄每個人的提代率就是… 一千塊起跳 我們那天賣最好的就九千巧克力加可麗露 那你有達到你的預期營業額嗎? 營業額可以問嗎? 還是不方便講沒關係 其實…兩…三天下來大概落在 是二到十五萬左右啦 喔… 對… 所以你也只能說大概是大平 但是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的… 以前成分 就是它說不定就是一個… 行銷的一個… 費用嘛 對…沒錯 然後就是要讓更多人知道你就是需要這樣 你就是需要這樣 我幫你拍這支影片 喔…真的… 我幫你找真的標準的受眾在哪裡這樣子 透過這一次試題 我更知道我要往哪個方向去走 還是什麼的呢? 問得很好 因為我們經過這次班 大家都這麼愛喝酒之後 我們五月二十三到二十六 我們要參加酒展 酒展來給我們一個特別的攤位 就是做酒心巧克力 所以這樣說大家歡迎來酒展 來…來採購我們的酒心巧克力 好耶… 所以你平常是跟其他酒商配合嗎? 我們就是希望說 接下來可以跟更多酒商配合 因為其實大家喝酒啊 你自己這樣搭配巧克力 其實酒跟巧克力一起吃的口感 其實真的是 就是很有一種唯妙唯俏 韻味是讓你覺得會很回味的 那你們有2B的客戶 從黑金派對來的嗎? 目前有幾家 也是牧民黑金派對來的一些像酒商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品牌 他們可能發現 如果要來合作代工的話 我們這邊是… 因為其實黑金派對參加到很多品牌商 真的耶…不是… 我發現我們去黑金派對 然後我發現去參加的 一般路人獎比較少 我們那天一進去啊 就想說他有寫一個 滿3000塊可以抽什麼獎 我們兩個就先大小 誰會買3000塊 結果那一天就是好像差不多也快得到3000塊 真的喔 真的喔 我就在那邊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感覺就加起來就差不多了 之外有包含 攤位上的所有的LACO之類的 就是只是專門交給主辦方 所以所有的LACO還要自己付 包括上面的橫幅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因為如果像你剛剛講的 它是比較有很多就是相關業者 都會來超勝的一個這個 可不可以也把它當作是你就是參一個展 那如果當作參展的話 餐展的價位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價錢這個跟世貿展的那個 對 價錢差不多大概8到12萬 對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小型的巧克力展 對 對 那我覺得這樣就差不多了 對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當作是一般市集 那當然是有一點 價位是有一點高 那不能算一般市集 對 而且它的客戶其實算精準 你看如果是展的話 還來的比較多一點 不是來先便宜的 就是來拿整個 對 對 就是基本上 因為我當天我一起銷售 然後我發現 我獎十個九個都會買 超神奇的 我都不知道什麼 因為你們是裡面算是高CP值的東西 對 真的 因為你有協助 因為你還沒來的時候我們已經逛兩圈了 喔 你先去看一下我的影片 OK 在裡面的銷售嘛對不對 對 上天金金有在現場銷售 我覺得這點蠻重要的 因為在現場銷售就是 需要這樣的美女 不是啦 不是嗎 也是吧 對 對 那今天問題已經差不多問完了 對 差不多就這樣 問到兩個就是超級精準的問題 第一個花了多少錢 第二個收到多少錢 對 這是我們所有社員 超想知道的事情 對 那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 不過就是我們這個活動的 前期曝光真的還是比較不夠 如果你們自己還是 我們自己花的曝光時間 因為我們在籌備這個時間偏短 多短你們花了多少時間 可能不到兩個禮拜 為什麼那麼激動 那已經參加了 但是我們一直在研發新品項 我們一直希望做更多品項 喔 今天謝謝 很高興歡迎金金來跟我們分享 對 謝謝 下次見 掰掰 我OK嗎 OK 這巧克力真的有個缺點 真的很容易會 依依我要看一下 看看我們互看對方好了 你沒事 OK 你也OK 好 所以約會到以前沒吃巧克力 可以啊 他們互舔牙影啊 不能想看吧 嗯 你先示範 你下次找一個 你可以一直這樣 自己舔自己 然後嗯 你甜甜的 你也是 叫烘焙經營你 烘焙工作室 經營你行銷 管理員 烘焙工作室 經營你行銷 等一下等一下